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我们先上的各位同学 今天晚上呢 我们接着上次的讲座 学习道处道士的第三词 好 那我们这个月会 9月29号到10月1号 是我们这个第三个季度的佛山 据我们越来越多的同学反应就是 进行过程中 由于地板比较硬 有时候冷气会冷一点的话 今天接下来脚很痛 脚很痛 所以呢 我们就从这个佛山开始到以后 所有的佛山呢 我们都可以穿鞋子 穿鞋子 你就可以找一点舒服一点的 这个跑步的呢 这个用途的比较软一点的鞋子 这样一个脚可以保暖 另外一个呢 你走着也能够舒服一点 这个念佛应该是比较欢喜的事情 不是折磨大家的 如果说三千折磨的 大家念佛都不敢来了 所以我们还是决定 决定就是五楼也好 七楼也好 都可以串习 全程串习 我们一个跨年的佛期 跨年的佛期 这个我们已经有很多年 近十年了估计是没有举办佛期了 这个所以这是我们的 纯建好之父呢 第一次举办佛期 当然这个举办佛期呢 也是每天都会有 方过再解 艰行七千下呢 应该是效果会很不错 有很多统修人 现在是习惯了三千的艰行 就会很担心 再走四千能不能走得下来 其实来说 三千走完了以后到第四千 其实你走的时候就已经很舒服了 越走越舒服了 然后到第六千 第七千的时候 你都不想倾向来 希望一直走下去 其实这个就是 让你心静下来 万元放下 一心一意在念佛 在修学的时候呢 我们在学习这些 卡列大师的词相 看到净土的菩萨都是 禅悦为师 法喜为师了 你会感觉到什么叫禅悦 什么叫法喜 你的饭都不想吃 感觉真要飘起来的感觉 这就是非常的轻盈 轻哀呢 所以你正在修行 修行过程中 不管是禅修也好 还是荆座进行也好 进行 特别是我们这种念佛进行的方式 你要真的是能够把心安下来 这个一心一意地念这么七千 这个机会都非常难得 福报都很大 如果说是七千能够心愿俱足的念想 这个不仅仅是记得我们 往生净土资量的问题 对我们的身心的巧解 身心的巧解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 那么我们这个前面 学习刀绰大师的净土思想呢 我们进行到了第五个部分 主要是谈刀绰大师的净土思想 刀绰大师的净土思想呢 一共分四个方面我们来介绍 第一个方面介绍 援绕二帝一向起修 这是我们上一次学习的内容 援绕二帝一向起修 相对来说这个意理要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如果说是真正 要是把它简单化的话也很容易 就是主要谈的呢 就是说我们在修学过程中呢 理上和事项上必须要圆融起来 不能偏于理上也不能偏于事项上 因为很多人在接触净土法门 他在不了解净土法门的时候呢 总会觉得净土法门是一个偏重事项的法门 不谈理 那么如果说偏重事项 这种事项的话不谈理不谈起性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法门好像不怎么样 特别是看到说极乐世界 这个一切的事项 谈的是这些黄金伟地啊 七宝池啊八宫德水啊 这好像都是谈这个事项 这个事项上那就是说它是有相的 不是空性的不是无为的不是无作的 这个好像和大乘法的这种最高的毅力 好像是背道而驰 那这个其实来说都是对净土法门的误会 那么到处大师呢 主要是谈啊 就说作为一个开服众生 这个礼上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把握 知道住法的体现都是空的 这个甚至连涅槃都是空的 这个因为涅槃也是因缘法 但是呢不能因为它空了 成佛也空了 然后呢我们什么都不做了 那个我们作为凡夫 没有达到这种礼上的空性的境界之前呢 必须从四项上去着手 四项上去着手怎么做呢 从修极善法开始 从自律延迟戒律开始 管好我们自己的嘴巴 规范我们的生活一言行 在生活中呢 多做善事 这个少起恶念 按照这个五界十善的这些基本要求去做 那么如果说是我们有一些同修 已经受了菩萨戒 那菩萨的十重戒一定要守好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最基本的 那这些基本的基础 我们做好以后呢 这个在力所能及的桥牵下呢 能帮助他人定量多帮助他人 那这些都是我们修极 我们华生净土的资料 能够在生活中呢 可以向菩萨学习 行六度 行福贤菩萨的十大愿 这些呢 都是与道相融洽的 与道能够相应的 能够帮助我们达到空性的毅力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们在上一次学习过程中 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 怎样去比较简单的理解 这个圆文二帝 那么我们谈到说 怎样去简单的理解 那么首先我们都是从家庭里面 在书三长大 在家庭里面接受父母亲的教育 那么我们谈到到底什么是家 当然到底什么是家 我们总是想到家 我们总是有一个具体的概念 可能是个房子 但是也觉得房子不对 房子里面 如果说没有家人的话 没有父母的话 它也不叫家了 没有自己的子女的话 没有亲人的话 也不叫家了 那也就是说 这个什么是家 这个风采开来 窗户不是家 地板不是家 桌子椅子不是家 这些父母家人 如果说风采开来 都不是家 那么把这些各种各样的因缘条件 聚合在一起 聚合在一起呢 我们大家给它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 叫家 那么从佛法上来说 从真理层面来说 正是由于这是各种各样的缘 聚合在一起的 我们和父母亲的缘 父母亲彼此之间的缘 然后我们这些姐妹之间 又有这样的缘 祖父母又有祖父母的缘 这种众多的因缘聚合在一起 然后让大家在这一个时间段之内 变成亲人 变成亲人 互相之间呢 有了这样的血缘关系 然后呢 这一段时间呢 这些各种各样的因缘和合 因缘和合的组成 这一个时间段的组合呢 叫家 所以从起性上来说 它是各种各样的强见组成的 起性是空的 这是从真理上来看的 但是不能因为它起性是空了 我们什么都不管了 从反复层面来说 正是由于我们有这个家 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 接受关爱 接受教育 接受我们思想的传承 尊重我们的价值 学习我们的文化 甚至呢 因为有了家 所以有了国 所以我们谈家 国家 或者是国家 国家 现在有家 后有国 现在有国后有家 这是其实是一起的 不可分割的 所以呢 我们在家庭里面呢 承担家庭的责任 在家庭里面呢 互相关爱 让这个家庭变得闷心 让这一段的因缘 这一段和家庭 这些家人的因缘呢 变成好因缘 不要变成恶因缘 所以说 从俗地层面呢 这一段 聚成这一段时间 这个因缘的聚合呢 组成这个家 对于我们来说 是真实的 但是呢 我们不能因为它真实 就执着认为 这个家 它会永恒地存在下去 这个在这个时间 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它的体型是空的 是无常的 我们现在有缘聚在一起 特别是我们年纪 慢慢地大一点以后啊 当我们的祖父祖母离开了 我们的父亲母亲都离开了 可能你会真正体会到 什么叫家没了 家散掉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缘 那个时候都散了 那时候呢 我们所面对的 其实是我们自己 我们会思考 我们来这个世界 我们和这些有缘的人 聚在一起 和我们的亲人聚在一起 那时候甚至 你会很惋惜 因缘聚在一起的时候呢 为什么没有好好地珍惜因缘 结了那么多的恶缘 所以呢 它的体型我们都认识到 家是无常的 家的体型是空的 我们要求处理 求解脱 那不要一直是因为 这种业力的取始 和这些家人 因缘强健的聚合 一次又一次地变成这样的家庭 然后呢 在家庭里面 这一生可能 我们的父母做我们的父母 我们做他们的子女 可能下一生呢 如果再来的话 角色都调换了 那角色都调换了 甚至呢 可能都不在人道里面 所以有些家庭成员里面 你看都有小动物了 其实我们看到有些 和这些小动物的关系 不亚于子女的关系 这都是因缘的巨头 那么既然就是我们明了了 明了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真相 就是我们知道 家是无常的 家是空性 它不可能是以我们保持不变的 那么我们心里面要有准备 那就是任何时候呢 我们知道无常总会到来 家总会散掉 但是家散掉呢 不代表我们自身起性散掉 不代表我们的佛性散掉 正是由于我们在这一段的生死离弊过程中 这一段的因缘聚会过程中 我们知道啊 如果说这种无休止的轮回下去了 互相之间相见 互相之间报恩 互相之间结怨 互相之间结爱 一直就在这个世界里面来说 那儿或者宁愿 没有出头的日子 所以此要一心一意地尽求处理 所以真地和俗地啊 必须在这里要圆容起来 那所以说从 把它放在进度法门上来看 就是说从真地上 这一切法都是空的 实相本来叫无相 不可言说 用文字啊 也没办法去表达 这个从体性上来说 我们和佛 和阿弥陀佛 和释迦佛一样 都有清净的自信 这是从体性上来说 体性上来说 就是从根本上来说 从理论上来说 但是现前 现前是什么 从俗地上来说呢 实相无相 实相真正的实相是无相的 不可言说的 但是也无不相 一切法都是实相的表达 那一切法都是实相的表达 那所以说 生活中处处这一切的生活境遇 如果说我们用心的话 它都在为我们说法 那任何的圣境界 逆境界 好因缘 会因缘 都在帮我们觉悟 那如果说我们会用心 这些呢 都是帮我们修学 增上我们智慧的 增上我们道业的 那阿弥陀佛他很有智慧 他就以他的佛号 以他的名号作为实相 名号就是实相的表达 实相的一个代表 他以这样的善巧方便 来度化众生 为什么呢 因为实相太抽象了 那是佛境界 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 那么阿弥陀佛他 给把他的名号 拉摩阿弥陀佛这个名字 给我们 让我们去能够看得见摸得着 可以去唱颂 可以去意念 可以通过名号的信愿的支持 感受到极乐世界的信息 所以这个名号里面呢 它具足了阿弥陀佛的一切功德 我们通过信愿持名 通过信愿持名 感通活力加持 感通活力加持 让我们在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呢 能够到极乐世界去 那么我们同时呢 我们信愿支持名号 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 其实就是以 念念就是以这种 用俗地的方法 俗地的这个方便名号呢 开启我们真地的自信光明 开启我们自信的佛性 那就是用真如的佛号 凶染我们内心的无名 把我们内心的无名呢 逐渐逐渐 转成清净的自信 逐渐逐渐 让我们本具的佛性发光 所以在净土法门里面 这个一句佛号是真俗不二的 所以这句佛号 我们在持念的过程中 它是爱河道妙巧入无声啊 爱河道妙巧入无声 就是看起来好像是 一句简单的名号 实地上这句名号 它是阿弥陀佛已成就的佛果地上 一切功德的浓缩 一切功德的表达 通过这句名号的凶然呢 能够开启我们内心本具的自信光明 好 这是我们上一次学习的 打击的内容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 到特大是净土思想里面的第二个部分 极乐世界 极乐净土 是报佛 报徒 那么我们是分三个小的部分来学习 第一个佛的三生与三土 第二个极乐世界佛生和佛徒的一些争论 第三个是极乐世界 是报佛 报佛 好 有观佛的三生 今天我们在第二个学期呢 已经有介绍佛了 可能大家应该还有点印象 在我们在讲述净土东传的时候 介绍佛 介绍十方佛 介绍三世佛 横三世 树三世 介绍佛的十种名号 介绍佛的三生 这些是佛教的基础 基础知识 如果说是忘记了 我下去再看一看 那么佛的三生 菲西大师呢 他有个比喻 佛的三生是什么呢 法生 报生 化生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法生像月的起 月的起性 本性是空性的 便一切除的 所以说他法生 他是无形无相的 傍生呢 像月的光 月亮放出的光明 这个是看得见的 是非常庄严的 非常明亮的 这是傍生 他用比喻啊 化生呢 像月的引着 有水的地方呢 月亮会印着引着水里面 那个呢 就像月亮的化生 那所以我们谈法生 法生也叫法生佛 也叫法信生 也叫真生 法生便一切除 法生是便一切除的 无始无终 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 不生不灭 不去不来 不断不长 周便寒荣 这个不来不去 他是如如不动的 不生不灭 他的永恒如释的 不断不长 他不是马上就结束掉 也不是说是我们用一个相对的 断肠的概念去描述他 周便寒荣就是便一切除 又无形 又无相 又无畏 你想用语言去表达此后呢 又表达不出来 这是法神 所以这一圣 在佛菩萨里说法生不会增加一分 在反复里说法生不会减少一分 那其实这些都是谈我们的佛性 谈我们的起性啊 谈法神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我们谈我们当下的心念 这一念的清净心 与佛心 与一切众生的心 都是平等的 这些 这个呢 就是从法神的概念来说的 所以 如果说是第二个学习 其实大家已经遗忘了我们学习的内容了 我们今天呢 再来重新重新刷新一下我们的记忆 这是法神 大家记住啊 无性无相 无色无味 没有办法运言运去表达 但是呢 又变一切处 那所以 应该苏东坡在东临寺住的时候写诗啊 三色无非清净神 那他看卢三这个三色 整个三的形象 整个三都是佛的清净法神 犀牲便是广长蛇 小戏流水 穿穿流水非常清烈 那么犀牲流水的声音呢 就像佛子用广长蛇像在说 那也就是告诉我们 法神是变一切处的 只要我们有这种觉性 只要我们在认真的修学 那么生活中很多微小的细节当中啊 你会体会到佛的法神这说法 但是你又看不见又摸不着 好 这是法神 报神呢 这是仇报如来英帝所修集的福慧 等无量愿行而自然成就的庄严佛企 为万德圆满之佛生 也叫报神 报神佛 受法乐佛 这个为什么会有报神呢 就是说 如果说菩萨他发愿要修学成佛 经过无量劫的积功累得的修学 无量劫的修佛修会 修六度万行 行菩萨道 那么最终呢 他这一切的菩萨行持都做圆满了 三业都清净了 烦恼都断定了 那么具足了无量行愿 四无量行都具足了 那么自然而然呢 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庄严 不可思议的 殊胜的 光明的 宏大的 这样的一个报神的形象 所以这个报神呢 叫仇报如来 这是如来在英帝所修的一切行持 到这个报神的表达呢 是圆满的表达 所以如果说是我们读无量寿经 看到释迦诗中在介绍阿弥陀佛的时候呢 阿弥陀佛在空中出现 然后呢 整个就像这个高处 我们整个星球 这个地表就是 为千万亿有熊 然后 红身放出金色的光明 眼睛 像这个干蓝的海水啊 这个 这个 他的面相啊 都是无比的庄严 这是所献的呢 就是报神相 这都是 无量节的行愿以后 行持以后呢 他最后 最终成佛所感得的果报神 圆满报神 这是佛的神 那么佛也以大智慧 无分别的大智慧 无分别的大智慧 大地 无作义 就是不起一个念头 大悲 以大悲为起 具无量色相 以及实力 似无畏等 无量功德 就是这个报神 谈报神呢 他就具足了这样圆满的智慧 具足了圆满的一切的三昧 具足了一切救济众生的能力 所以这些有无量的向好 有无量的庄严 谈佛的实力 佛的事物 这些都是谈佛所具有的 而菩萨 大菩萨修学都具有的这一切功德 所以这个就叫报神 化神呢 就佛如来为化导众生 所以众生机缘而变化显现之身 又成为应生佛 应化神 应化法神或者是化神 那么佛在化导众生 化导众生过程中呢 是观察到众生的得度因缘成熟了 他会化现 或者说当众生有需求 有需求在前程祈祷 前程祈愿的时候 念佛的时候呢 那么这些佛菩萨会化现 或者是你遇到这些紧急状况 这个祈求佛菩萨帮忙的时候 就像观世音菩萨 天处祈求天处应 那么天处祈求天处应 这是一个约束啊 一千个众生在祈求他 那么他一千个化神得出去 一万个众生在祈求他 那么一万个化神得出去 那么百千万亿个众生同时祈求了 那百千万亿个化神同时能够出去 能够同时利益百千万亿的众生 那么这个祈求其呢 都叫化应化神 叫应圣 下面说是大书同心经里边说 以会土成佛 会土这些已经成佛的 当成佛 为了成佛的 多岁以下 来致住持一切正法 向法 末法 所显现者 皆成为应圣 在我们这个世界所映画的 以成的佛 以及当成的佛 从多岁千来下身 到我们这个世界成佛 祝佛在成佛之前 先都是在安住的多岁千 安住在不作不祝佛上 然后呢 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然后要入胎啊 就要出世啊 诞生啊 然后要 这个思现这些苦行啊 然后还要思现强谋啊 最终思现成佛 专法 这样八向成道的过程 那么成佛以后呢 要住持佛法 住持佛法 那么有时候显现呢 住持着向法 有时候显现呢 住持着正法 来自的显现住持末法 这些在这个世界所发现的呢 都叫化身佛 所以我们在读这个阿弥陀经的时候 这个说 彼国朝有种种奇妙杂事之鸟 也回后 恳去英武舍利 家里平且 共命之鸟 共命之鸟 就是一个身体 两个脑袋 这就叫共命 共享一个身体 四处中鸟 六月六世出河雅音 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 如是登法 七处众生 同时应以皆心念佛念法念神之心 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鸟 树 黄金地 祈宝池 八共得水 得风 保保 保罗 这一切呢 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所以大家注意 化身不一定是一个人的邪小 化身呢 有可能就是一棵树 有可能就是一座山 有可能都是一条河 这个化身的出现 它有时候是有钱众生 有时候是无钱众生 就是它会化现成各种各样的形象呢 来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在读释迦世中 它的这些本身故事 本身故事就是它过去世啊 在我们这个世界化现 化现的一些过往的行复杀道的故事 你看它化现 有时候就化现成鱼的形状 有时候是老虎啊 有时候呢 就是一座山的大山 甚至有时候出现是一座肉山 为什么肉山呢 当壮生在祭寒琥珀 发生这一方的时候 大家呢 在祈求 没有办法活命的时候呢 它就化现成一个肉山 让众生吃它的生气 让他们的生命呢 能够得延灭 随它行复杂道呢 以各种各样的形象出现 所以这个呢 就叫化身 好 我们了解了三生 那么相应的呢 就会有三土 为什么有三土呢 就是有了生气 你生气肯定有一个安住的地方 这是我们反复来说 我们正常的思维 那么谈这个 第一个谈就是 法身相对应的叫法信徒 也叫自信身 以法信徒 法信徒是什么呢 从理上来谈的 自信身 即法身 以真如自信为身 为此生土 岂无差别 具非色相所设 如虚空 便于切处 这个 大家看这个文字 好像文字都认识 但是意思呢 不了解它在说什么 这很正常 在谈什么呢 就说 这个 法身是便于切处的 法身是无形无相的 所以真正来说 法信徒存在吗 法信徒 你可以说是存在的 也可以说它是不存在的 因为法信徒 也是无形无相的 也是无形无相的 所以法信身和法信徒 它身土是不二的 是一起的 就像虚空一样 所以你可以说法信身 有法信徒 你可以说有法信身 没有法信徒 也可以 都是能够讲和通的 好 这个就是为了 让我们便于理解呢 我们谈一个 三生相对应的三土 其实来说法身是不需要 佛土 来依据的 来依住的 那么暴土呢 暴土呢 有两种 说自受用土 自受用生 依自受用土 即长寂光土 为佛以亲近身口 一三夜所修成就 众宝庄严 自受用生 常依而住 这个 看暴土呢 暴身所居才是暴土 所以这个暴土里面 有差别 一个是佛境界上的暴土 一个是菩萨境界上的暴土 大家注意啊 一个是佛境界上的暴土 一个是菩萨境界上的暴土 佛境界上的暴土呢 这是佛在自己安住在大涅槃大街境里边 这种叫长寂光土 但是这长寂光土呢 它不是 大家注意啊 谈涅槃 谈涅槃 不是死了 涅槃是不生不灭的意思 是永恒常在的意思 佛大涅槃 就是说 它永恒安住在大涅槃的境界中 那种境界当中 但是呢 众生有需求的时候呢 它马上能够应众生所需 那应一切众生所需 马上去能够应化度众生 但是度众生的过程中呢 依旧不会有任何的起心动念 度完众生呢 也没有度掉一个众生的想法 就是一直安住在这种 如如不动的大涅槃境界 安住在这种长寂光土里边 这是佛的暴土 第二个谈暴土里边的他受用土 他受用生 依他受用土 以及实暴土 佛以大慈悲力 随实地屠杀所义 便为净土 或小或大 或烈或甚 他受用生 依之而住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些大菩萨 已经到了实地菩萨 但是他们依旧呢 感受不到佛的长寂光土的境界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那么佛会慈悲设受 让他们进入到 弃遇到自己的境界里边 弃遇到自己的暴土里边 能感受佛境界的状怨 所以我们谈等觉菩萨 本来从所证悟的境界来说 跟佛已经是平等无二了 等觉了 但是呢 这是从理体上来说的 从真正的真正往前面 这种事项上的证悟来说 他与佛还是有差别的 差别在哪里呢 他就是没有办法 去到佛的长寂光土里边 那么佛大慈大悲设受他们 这些实地菩萨 到他的长寂光土里边 感受一下真正具足 一切万德圆满的佛 所享用的国土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叫他所用处 那么化土呢 所变化生一变化土 佛以大慈悲为地前菩萨 暗称及凡夫所变现的佛土 或大或小或近或会 佛变化生一知而助 这个是佛陀为了度化这些 地前的菩萨 就是生贤位的菩萨 和实性位的菩萨 还有这些暗称的声闻 以及这些凡夫众生 包括我们写在我们 所有的耶稳他 那么他会变现一些国土 那这些国土呢 有大国土 有小国土 有净土 也有慧土 那么佛会变化成化身 一知而助 这个就像释迦士种 在我们这个世界映画一样 那映画呢 它是在这个世界 当然这个世界 在它来之前 它已经 这个世界已经有了 这个国土呢 不是它所变化的 我们在《四封律》里面看到 这些佛有净土众生 它真的会变化成一个国土 或者变化成一个大城市的形象 出现了 就是为了度化众生 甚至有些在度化众生的过程中 变化成一个国土 然后呢 会把这个国土呢 烧掉 或者说 让这个国土呢 产生灾烂 然后呢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让大家启认到这个国土的危粹性 危险性和脆弱性啊 启认到世界一切法的无常性 那么它的目的呢 不是说是把这个国土烧掉啊 把这个国土毁掉啊 来吓唬众生 而是让主人觉悟 所以这是佛为了度众生 那么以化现成净土或者是化现成化土 那么化现成净土或者化现成化土呢 它会住在里面来度众生 所以如果说是我们看 如果说是谈这个释迦佛 这是我们这个 在我们这个世界化现的佛 它曾经化现成雨 化现成老虎 化现成国王 甚至化现成味道 那么目的都是为了帮助众生觉悟 就是当众生需要它 以什么样的生肖出现了 它就会以什么样的生肖出现了 度化众生 那么 释迦佛的报生其实是入不动的 化生呢 是变一切除 甚至我们 《读化验经》 你就看到是千百亿史家了 它不仅是化现成 这一个释迦佛在我们这个星球度化众生了 它化现成千百亿化生 这无尽的世界都化作生了 当然这个法生是变一切除不除不在的 释迦佛的报生呢 此处是不动 好 如果说仔细再作为一个区分的话 作为一个区分的话 比如说法生 我们再稍微总结一下 它是无形无相的 没有形象 也无始无终 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 它一直是在这个法界当中 是存在的 那么只要众生有感 它就有应 所以这都是众生 这都是佛法当中感应的毅力 那真正的就是说 我们到这修学 有这种觉悟 有这种信心 你都能感应到法生的存在 报生呢 是万德庄严 是有始无终 这是菩萨修学 从凡夫 你可以修学 诸见诸见 从实信慰 到实行 到实诸 到实回向 然后呢到登地菩萨 出地 然后一直到实地菩萨 最终呢 等觉菩萨 最上一层的妙局 圆成佛果 圆满成佛 那这个 所感到的万德庄严的身体 叫报生 所以它是有开始的 但是呢 没有终结 为什么没有终结呢 它成佛以后呢 这个身体啊 就永恒不灭了 永恒常在了 那就是我们说 诸大涅槃境界了 化身是随缘化现 是有始有终的 化身是化现 在某个国土 它是化现来 有开始 也有终结 就像释迦世宗 在我们这个世界映画 你看八十年时间 我们看到它一生 这整个过程 所以它化现结束了 佛事做好了 给度的人都度了 那么它没有度的 已经种下了得度的缘 然后呢 它万事已经成办好了 它立刻这个世界了 好 那么我们这里有个问题 我们与佛的三生有什么不同 这个大家给看懂了 法身 我们和佛一样吗 对佛是有百分之一百的法身 我们也是 从法性上 从佛性上 从自信亲近身来说 佛我们刚才谈到 最胜负增 最凡不减 最佛 最佛不会增加一分 最佛不会增加一分 在我们来说 不会减少一分 所以法身来说 这是平等的 是一致的 健身 那是一致的 剑剑霸佛呢 是一致的 应该规得一致的 inex sono 以为是我们报身一样 我们是一夜报身的 化身呢 佛斯千百亿化身 我们呢 所以不要调不起孙悟空啊 孙悟空还有七十二变化呢 人家还有七十二个化身呢 我们呢 你我们能化身什么吗 所以化身我们一个都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这种修学的功夫 没有这种神通道理 所以一定修学 修学一定要这种功夫增进以后 具足了大定力 这具足了大定力 才会有神通 才会有变化 具足了大智慧 才能办法老关键 所以你看看神通 有些这个味道的修学 它们也有神通 它们也可以变化 那是因为它有定 但是呢 它智慧没有启发 它烦恼还在 它断不掉 所以烦恼还在断不掉的话 它的神通 它是没有保障的 它可能在得定的时候 它有神通 到这个烦恼一起来的时候 它神通就没有了 你要神通有保障的话 怎么办呢 神通有保障 必须要开智慧 得大智慧 所以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神通呢 化身呢 这个在佛教里边 这是我们修学过程中 它必然出现 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呢 得神通不是复发修学的目的 我们看到佛的十大弟子之一 神通第一的目见连 你看最后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你看 正在阿鲁汉谷啊 但是呢 你看被这个味道了 推石头砸死 对不对 就是说 神通它是抵不过业力的 业报现前呢 它还是要经受这种业力这样的重报 好 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 三生和三土的第一个部分内容 那么这里有个基础以后呢 我们就来看第二个部分 极乐世界佛生和佛徒的争议 这个是在塔伦大师的时候的出现 在塔伦大师的时候呢 就争议的比较猛烈了 那个时候呢 是由于佛教医学的发展 就是研究佛教毅理学啊 在那个时代呢 发展很快 那么大家对于《观无量寿经》 这些净土经典呢 非常重视 特别是《观无量寿经》 谈到这些观想的步骤啊 那么精微 那么的清晰 又是一步一步 次第性很强 大家对于观经呢 很重视 那么这样呢 对于净土的好要和兴趣呢 在那个时候呢 大家都呢 就达到一个高潮 所以在南北朝以来呢 这个 这些学配 不同的学配 那个时候呢 研究楞切经的 像楞切丝啊 涅槃经的涅槃丝啊 成诗 也就成诗弄的 成诗丝啊 研究三弄的 三弄学配 研究地弄的 地弄学配 研究华言的 华言学配 研究社弄的 社弄学配 各种各样的研究佛教义理 这些不同的配信呢 对于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到底 他是报身佛 法身佛 还是化身佛 极乐世界 到底是报土 还是化土 大家想一想啊 阿弥陀佛到底是报身 还是化身 极乐世界 到底是报土 还是化土 对于这个定义上面呢 大家呢 就产生了不同的解读 那么那个时候呢 大体呢 是有这样三种 第一种呢 是说阿弥陀佛是 报身佛 那我们刚才已经 很清楚地知道了 谈报身佛 就是他这个身体 是经过 无量节菩萨道的修学 最终所感觉的 圆满报身 他不会再入涅槃 不会再消失掉 那他会永恒地 在极乐世界藏住 那他报身 他报土呢 有了报身 自然会感觉的 报土出现 那他是清静的 也是永恒常在的 不像我们这个世界 是会土 有沉住会空的过程 有变会 到最后呢 消散的过程 极乐世界呢 他不会消散 那他是永恒常在的 所以呢 第一个 第一个对于极乐世界的定义 和阿弥陀佛定义 说阿弥陀佛是报佛 极乐净土呢 是报土 那呢 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说这个极乐世界 是由 法造菩萨 经过无量节的 修音正果 所感得的 那么 因为是佛的 报土 但是呢 他又有另外一个 这样的 这样的 问题 就是说 如果说这是佛的 报土的话 那么 凡夫是 没有办法 往生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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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从毅力上来说 没有错 对不对 凡夫嘛 我们 这个 佛的 报土 是佛经过 无量节修学 他感到自己的 自受用途 我们又没有 陪阿弥陀佛一起 修行过 我们又达不到 他那样的境界 那样的神通 那样的智慧 我们烦了句子 我们凭什么 到极乐世界去享受 凭什么 想得到 阿弥陀佛的 报土 所以呢 他说 这个是 阿弥陀佛是报佛 那敢得的是 报土 反复呢 是不能够 往生 报土的 那么 里边其中 有一个说是 谈到这个 十年往生 特别是谈到 这个像 《无量寿经》里面 如果 具足心愿 然后 识生 乃至义生 都能往生 所以这样的 这种说法 是什么呢 是别识意 这是 佛的方便说 不是真实说 方便说法 这是让你产生信心 让你好好念佛的意思 到底真的 能不能往生呢 可能在以后 在别识 好 这是当时的 舍弄学会的观点 舍弄学会是研究 舍弄大成弄的 这些观点 这是真正的 维世宗成立之前 维世宗 诸多佩戏当中的一个 所以他们 这种观点 其实到今天 依旧是存在的 为什么呢 从意义上来说 是没有错的 第二个呢 说 阿弥陀佛是化身 极乐世界呢 也是化土 那就不是报身 不是报土了 所以极乐净土呢 是世境出国 什么意思呢 四项上描述是清净的 但因为是有相 有相 因为有 释迦世宗 为我们描述 展现 极乐世界 这一切的相状 这是因为是有相的 所以呢 它不是酒精 所以它短静 所以这个从佛法上 意义上来说 也是没有错的 那么因为是从在凡圣同居土 因为从在凡圣同居土呢 所以阿弥陀佛是化土 结了净土是化土 这是他们所谈的 这是因为这个 第一个是有相 另外一个是有凡圣同居土的话 那说明阿弥陀佛是化现 出现这一个化现净土 化现净土 然后呢 这个由于它在化现净土里边 它在教化众生 它的身体也是化身 所以凡复虽然可以往生 但所生的是化土 所建的是化佛 其实这个 有这个观点是 当时静影寺的惠元大师 这是一位国事级的人物 千藤宗集大成者智者大师 以及三论宗集大成者 集造大师 三位非常养不齐的人物 他都是这种观点 那么这个呢 我们以后在学习善道大师时候 还会详细地谈到 今天大家有个概念就好了 那么第三个观点呢 说是 报化相通 所以极乐世界是通与报 极乐净土通与报化 就是有冒土有化土 对地上菩萨呢 是报土 对地前菩萨 二称凡夫 则是化土 因为从报土而言 祝福平等 没有优劣 就化土而言 随众生不同而有差别 你看 从意理上来说 这些分析都有道理的 对不对 两个有道理的 你看 他说是 对地上 你要达到地上菩萨的境界 你生的就是报土 那么如果说 对于地前的菩萨 你没达到那个境界了 你生到极乐世界了 就是黄土 这也是与佛法的意义里相通的 也是与英国相符的 就是 亏基大师和家财大师 是持这种观点 这个也是唐代的两位 非常了不起的 部学大师 亏基大师 我们这个 这个是玄奘大师的弟子 美式中的极大传者 好 那么总的来说呢 就是这三种观点 一个是说 阿弥陀佛是 放生佛 极乐世界呢 是放生土 是 有始无终的 一个呢 是说 极乐世界呢 是 化身土 阿弥陀佛是 化身佛 那是说明是什么呢 是 有始有终的 就说明极乐世界最后会 消散无灭 和我们这个世界一样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 极乐世界呢 有报身佛 也有化身佛 有报徒 也有化徒 它是可以相通的 那么从 这个众生到底 能不能往生呢 谈这个 谈报佛 报徒 所以这是 因为是 佛成佛的果地上 所感得的 果报徒 所以呢 凡夫呢 是不能生罪 报徒的 佛呢 设受 实地的菩萨 去感知 他的 报徒 境界 所以呢 这个是 报徒 和化徒 是不相通的 那么 谈到这个 化佛 化徒的呢 所以这个是因为 是有 凡圣同居土 凡夫呢 是生罪 化徒 见到的是 阿弥陀佛的 化身佛 菩萨呢 是生在 报徒 见到佛的 报身 见到佛的 真身 所以这个 报徒和化徒 也是不相通的 反复 见到是 化身佛 见不到 化身佛 菩萨呢 见到是 化身佛 那这个 其实呢 说 谈子就和我们 这个世界是一样的 凡夫啊 我们呢 见到的佛 菩萨 都是佛 菩萨的化身啊 见不到佛 菩萨的 这些地上的 菩萨呢 见到的是 这些佛的 报身啊 这个 我们想见 佛的 报身 我们根本 看不到啊 即使 有时候 可能佛的化身 到我们面前了 我们都不认识 我们眼睛是 闷着灰尘 闷着烦恼 闷着澡智 我们都不认识 那么 第三个 就是 爆化相通的 就是说 反圣 因为是反圣同居 所以 反圣大师 佛上呢 身在暴徒 还不身在化徒 但是呢 这个暴徒 化徒是可以相通的 或是不相通的 好 那么这样呢 大家看到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说 如果说他是暴徒 是极乐世界是暴徒 然后是暴佛 如果说这是佛的境界 凡复不能往生 那我们怎么办 好 第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办 第二个 如果说他是化徒 阿弥陀佛也是化身 极乐世界也是化徒 我们去以后呢 极乐世界和这个世界也一样 最后呢 也消散磨灭了 毁灭了 我们怎么办 我们又没家了 不是 那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这个凡夫学学 得见化徒 生化徒 那么菩萨学学 能够见 报佛 然后生报徒 能够 报化 能够相通 那么 他依旧还是面对 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菩萨 这个 反复的学学过程中呢 是怎样最终 才能够 正得 正得 见到报生活的 这样的境界 好 我们大家把这种 可以念啊 留在大脑里面 那么当然 谈这个阿弥陀佛 是化身佛 有依据吗 所以 道处大师这里说 问曰如来 报身常住 拥何 观音受其兴永 阿弥陀佛 入涅槃后 观声音菩萨 四谷佛处也 这是道处大师 在安乐集里边 引的极藏大师的观点 你如果说是 谈 谈 报身佛 它是永恒常住的 我们刚谈到是 有始无终 有开始没有终结的 但是 你读观音受其经 你就很清楚地看到 阿弥陀佛会入涅槃 阿弥陀佛入涅槃以后呢 然后观声音菩萨会成佛 那就说明 阿弥陀佛有开始 有终结 那不就是化佛吗 经里边讲得很清楚啊 这观音 观音受其经怎么讲呢 说善男子当来 广眼不可继续 阿弥陀佛当波涅槃 波涅槃后 正法住世等佛寿命 那佛涅槃之后呢 一直还是有正法在了 正法存在了 依旧是无量不可思议 九元节 那么佛涅槃呢 或有众生不见佛者 有些看不到阿弥陀佛 有助菩萨得念佛三昧 常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是已经入涅槃了 怎么又菩萨得念佛三昧 还见到阿弥陀佛呢 到底是罪还是不罪 那佛比佛灭后 一切宝物 欲持莲花 重宝杭树 常言法因与佛无意 与佛住世的时候没有差别 那么说善男子阿弥陀佛 正法灭后到 真正到阿弥陀佛的正法 结束了 过中叶分 到中叶明相出现 那么有千亮的时候呢 观世音菩萨 与七宝菩提树下 结家父做成的正觉 靠谱光功德三昧如来 七佛国土自然七宝 众妙和尘庄严之事 诸佛师从与横河沙结 说不难尽 所以这个阿弥陀佛 入涅槃之后呢 他的正法会注释寒 长很长时间 与阿弥陀佛的寿命一样 无量不可思一级 那么到后来呢 这个阿弥陀佛正法 要正法结束的时候呢 观世音菩萨就成佛了 观世音菩萨成佛呢 这个极乐世界一切都没有变化 依旧是那么的庄严 那么观世音菩萨成佛以后 他的佛号呢 叫 普光供得三王如来 我们现在看到了 观世音菩萨呢 是在结了世界成佛 说上男子 普光供得三王如来 随其寿命 又是无量不可思一级 得大事菩萨 清紧供养 大事之菩萨了 得大事菩萨 就是大事之菩萨 至于涅槃 直到观世音菩萨成佛以后 入涅槃 入涅槃后 奉持正法 乃至灭禁 依旧和阿弥陀佛入涅槃一样 他的正法呢 依旧还是有无量不可思一级 法灭禁以 基于其国 成阿罗多罗三秒三不齐 号于 善助功德 保王如来 如 普光功德三王如来 国土 光明 寿命 菩萨众 乃至法助 等 无有益 若善男子 善女人 闻 善助功德 保王如来 名者 皆得不退 于阿罗多罗三秒三不齐 这里就是他 观世音菩萨 最后呢 也入 国涅槃 然后呢 他的正法 又助无量不可思一级 这个时候呢 他正法结束的时候呢 大事之菩萨就成佛了 大事之菩萨成佛 他的佛号呢 叫善助功德 保王如来 那么大事菩萨成佛以后呢 就再永不入涅槃 永不入涅槃了 那么从这个依据里边看到 确实是啊 你看 阿弥陀佛不是有入涅槃啊 这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说是佛报身常驻的话 你的观音受集信里边 阿弥陀佛不是有入涅槃啊 观世音菩萨还有成佛啊 大事菩萨还有成佛啊 那不是有入涅槃吗 那不是有始有终吗 那阿弥陀佛是化身吗 阿弥陀佛很符合逻辑 所以这个问题你要回答 很难回答 那么当初他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这个是报身 视线引爆下 不是灭动 刚才你在文字里边 不是看到吗 经文里边不已经看到了 阿弥陀佛入涅槃后 富有善根身后众身 这些大菩萨都涅过三位 不是很见到阿弥陀佛 和佛诸师是一模一样吗 这不是证明了吗 然后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报身会视线五种相 佛的报身会视线五种相 这是在《一成无上保性弄》里边所谈到的 一个报身的说法相 视线在宣说正法这样的相状 一个是视线可见相 大致多人看得见的 但不一定在说法 第三个是住夜不休息 身口一夜都不休息 大家看到佛一直在一个动的状态 第四个是休息隐默想 就是休息了隐默想 大家看不到了 但是得念佛三位的众生依旧能看得到 第五个是视线不实其相 视线不实其相 就是视线法身相 别一切除了 这不是以这个来证明 就是说阿弥陀佛 他是报身 自现了隐默想 当这些得念佛三位的众生想见阿弥陀佛的时候呢 阿弥陀佛依旧会马上出现在极乐世界 马上出现在极乐世界 所以说他依旧还是报身 不是华身 那么既然这样 我们谈到这个 释迦世宗的这篇印画 说我们这个国土 这是释迦世宗印画的 一方岔土而已 那么他的报身在哪里呢 他的报徒在哪里呢 说涅槃经里面说 西方去此次是二恨和撒佛土 有世界名曰无甚 彼土所有庄严 亦如西方极乐世界等无有意 我与彼土出现与世 为化众生故来自所有国土 但非我出此土 一切入来依旧如世及其正义 这里就告诉我们 说其实释迦世宗 他的报身土 他的报身土呢 叫西方无甚世界 他的化身呢 叫释迦来我们这个世界的印画 那么他报身呢 其实在他的报徒里面 如如不动 安住在那边 那他的化身可以 放上千百亿刹土 去四千八小城道 去读化一切众生 那么再继续问 说既然你谈到 说是报身世界 你莫想 但是古音乐圣经里面 还谈到说 阿弥陀佛也有父母啊 怎么能说他是报佛 结论世界是报徒呢 看到古音乐圣经里面 说阿弥陀佛的父亲 叫月少 是转入圣王 母亲呢 叫苏圣妙也 那时候呢 他所知的国家 叫清太国 那所以他还有 也有太子啊 也有起伏达多啊 所以说 以此来推断 阿弥陀佛不是有 不是化身吗 因为这样一看 就是他确确实实 是有来处的 那也是像我们 释迦师从一样 他不是 以有父母亲 这样的形象出现 然后呢 也有起伏达多 甚至呢 也有一个孩子的出现 说这不是化身吗 怎么能说化身呢 这都是从经典里边出来的 说子但文明 不就雄精致 致此疑 可谓错之毫毛 十字千里 这是表面上 看文字来理解 没有真正的体会 里边经文的意趣 你这一念的差错 一念的差错 如果阿弥陀佛产生的错谬 那就是千里之谬 那就问题就大了 阿弥陀佛也有三身 然阿弥陀佛一举三身 极乐出现者即是宝身 今言有父母者 是贵土中 事先化身父母也 你看在古音神经里面 所谈的阿弥陀佛父亲 四月上母亲 书生妙圆 这样这一次印花了 他是完全像世家 世宗一样 这一样的一次印花身 出现而已 他的报身呢 在极乐世界 是流入不动的 不是说是你看到他 有这一次的化现 然后就判定说 阿弥陀佛呢 是化身 极乐世界呢 是化妥 极乐世界呢 是有始有终的 好 所以说 你看这些都是 你看从看经文就会 如果说你经文 有时候会看啊 所以我们经文引用得到 会看 毅力把握准确 那么对于我们理解佛法呢 是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经文要是不会看的话 你可以或采上很大的起义 原本的很多这些 应该是 应该是 证明阿弥陀佛这种 殊胜不可思议功德的玩儿呢 都看到了 那就把报身了 甚至乌认为是化身了 所以说认为 阿弥陀佛是化身 是化佛的 化身佛的 依据是 他认为是阿弥陀佛 生命是有限量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是看到 是有些经文里边讲 是阿弥陀佛 实现涅槃的 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 这是实现 涅槃的一末像 第三呢 说看到 阿弥陀佛也有父母 所以呢 他是有生有虐的 是化身的 实际上 这个确实是一次化身 这个确实是一次化身 然后呢 你不能说 这是一次化身 然后呢 就决定说是阿弥陀佛是化身佛 对象我们看到 释迦佛是化身 就不能说是 释迦佛是化身一样 那他是化身佛一样 他的报身呢 是在西方无生世界 我们是 借化身 我们知道 他的报身是日入不动的 他这个国土是他来化现的 那么清泰国 当时是阿弥陀佛所化现的 这个和释迦世中呢 来我们这个世界化现是一样的 好这样呢 我们就顺利地推到了第三个部分 极乐世界是报佛 那看看为什么这么说 所以道处大师在按了提 就问说 问约 现在阿弥陀佛到底是何身啊 极乐世界到底是何土啊 到底是化身 保身化身 极乐世界到底是法信土 保身土 保身化身土 大约 献弥陀是报佛 极乐保严国是报佛 那么他的回答呢 就在今节且非常的简单 阿弥陀佛是报身火 是有始无终的 是圆满庄严的 是永不如涅槃的 对有些众生呢 是视线隐磨相 对有些众生呢 视线说法相 对有些众生呢 视线诸业不休息相 对有些众生呢 视线不实体相 这是根据众生的因缘来说的 但是呢 报身有五项 不代表呢 这个极乐阿弥陀佛呢 非报身 所以他的这种报身的 这种与众生的原不同啊 视线的形象是不一样的 那么极乐世界 这七宝庄严的国土 多宝庄严的国土 这清净的岔土 他肯定呢 是佛的国报土 为什么呢 这是阿弥陀佛 他百千万一节的修学 最终所感得的 圆满壮严之土 这是他自身的自受用途 古旧相传 这是到处大师继续在说 借用阿弥陀佛是化身 土一化土 此为大事业 就是这个 很长一段时间呢 大家就借 古音圣经里面所说的 误以为阿弥陀佛呢 是化身佛 极乐世界呢 是化身土 说这个是大师啊 这是大事物 说若而者 惠土 依化身所居 净土 依化身所居 者 卫生如来报身 更依和土一 这个就做一个反问了 你如果说这样的话 惠土是化身所居 那么清净庄严的暴徒 也是化身所居的话 那么如来的暴身 阿弥陀佛的暴身 到哪里去安住呢 到哪里去安住呢 然后他继续说 经一大乘同性经 便进暴化净会者 那么他给了我们一个原则 一个标准 那怎样去辨别暴身佛 还是化身佛 说净土中成佛者 稀释暴身 惠土中成佛者 稀释化身 大家注意啊 这是净土中成佛 成佛完全是通过无量节修许 感德 最终呢 他在净土中成就了 殊胜庄严的万德圆满的 这样的身体 那么这呢 在净土中成佛的 肯定是暴身佛 那么在惠土中成佛的呢 稀释化身佛 像我们这个时期的 四线八小成道成佛的 那都是化身佛在化现 那么大成同心经里边呢 特别点出了 说阿弥陀如来 莲花开复心王如来 荣主王如来 宝德如来等 祝如来 亲近佛刹 献得道者 当得道者 如是一切皆是报身佛业 说像阿弥陀佛啦 莲花开复心王佛啊 宝主王佛等等 这些在净土 这样的亲近佛刹 现在成造的 以及未来成佛的 那么都是报身佛 那这是一个净土 和会土的差别啊 也是净土成就的佛 和会土成就的佛的差别 当然我们看到前面的解释 所以有些佛 大家注意说 有些佛为了度化中生 也会视线化净土 化线一片净土 然后他会化净 然后他会去化线 那是他去化线的 不是在那边去成佛的 化线度众神 他会化线净土 也会化线会土 然后他去成佛 像大家注意化线 和来视线 这是不同的概念 化线就是他变化成净土 或变化成会土 把众生移到里面去 佛菩萨有这样的大神通 你看这个华严经里面 谈到就说 就有些菩萨把这个星球 整个星球从这个空间 搬到百千万亿节 以为的另外一个空间去 为了度化这些众生 但是这个星球里面 众生完全不知道 已经被递到另外一个空间 就像我们现在 这个星球地球上面转 你看地球日行八万里 一天有四万公里这样在飞崩 然后地球跑的时候 你看身边又还跟着太阳 太阳系又八大卫星 跟着太阳在狂崩 速度这么快 我们能感知到吗 我们完全感知不到 地球跟着太阳在这么狂崩 速度这么快 我们感知不到 然后太阳系又跟着整个银河系 在更大的宇宙里面 在狂奔 那银河系在银河系 我们知道是打了一个互作的 一个悬壁而已 它在更大的宇宙里面 还在狂奔 那个速度你不想再是 还是非常非常地快 我们完全感觉不到 我们觉得地球没动 一切都是禁止的 所以你看佛讲的 一切它都是用的状态 谈到这些特别谈到的菩萨 在度化众生这个过程 他能够划泄一片净土 把这个众生移到里面去 众生都不知道 或者他划泄一个会土 把众生移到里面去 目的呢 是为了教化众生 那么释迦佛 他不是划泄净土 或者是划泄会土来度众生 而是他来会土来实现 就是他来之前呢 我们这个划土 我们这个时期呢 已经存在了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在报土 在修集成的报土 最终成果 感德的圆满报土 这是报身佛 那么在会土 实现成果的呢 都是化身佛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判定标准 那么如果说是 我们再去回顾一下 再去回顾一下 阿弥陀佛整个修学成果的过程 这个我们在第一个学期 已经都学习过了 这个阿弥陀佛在 赤字在王佛的座下 当时呢 应该是一个大国王的 大国土的国王 国王呢 他听到赤字在王佛说法以后呢 就以国王的身份 放弃王位而出家了 但是从后面这些经典 我们看到就说 他那个国王啊 他国王的身份 其实也是他作为行菩萨道的时候 化现的一个国王 他从他自身的修学呢 他已经是登地的菩萨了 菩萨国王 那么他在听赤字在王佛说法 赤字在王佛说法以后呢 然后呢 他受到了启发 然后再四线出家 然后呢 要通过出家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 事先的过程 也是给这些一切的众生 一个非常明确的启示 明确的启示 当国王是不能两三死的 那你拥有权力 拥有才是 拥有地位 但是呢 你依旧在融会当中 这个世间 最尊贵的是什么 最尊贵的不是名利 不是地位 不是权势 最尊贵的是解脱 真正能够处理三戒 能够从三戒里面跳出去 那才是有本事 那是真正才有大雄 如果说是被欲望所取使的 被自己的欲望所驾驭的 被自己的欲望所控绑的 追求名誉地位的 那依旧是在三戒里面 能够于原本处理的 所以他思现这种身份以后 从他整个的修修过程 在《无量寿经》里面描述的 就非常详细 所以《无量寿经》里面记载 在《无量寿经》前 曾经有五十三宗古佛出现 最后一宗佛 世自在王府 那么当时这一个大国将的国王 是其王位出现 这里大家注意 可能大家读这个汇迹本的时候 看到是这个国王叫世壤王 这个是汇迹的错误 汉译本里面 是把世自在王府翻译成世壤王府 这是佛的名字 不是国王的名字 是佛的名字 不是国王的名字 是佛的名字 不是国王的名字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大家清楚了 所以他是一个大国家的国王 他出家了 所有的五种原义本里面 都没有说这个国王叫什么名字 不是世壤王 是汉译本 把世自在王府翻译成叫世壤王府 只有这个差别而已 那么这个国王出家以后 是其王位 他的法名就叫法造 法造菩萨 法造菩萨 他听世自在王府说法以后 就是这种智慧门发 悲心门发 启发了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怨心 这个念头非常的强烈 这个怨心的推动 是他的大慈悲心 这个怨心的推动 他要干什么呢 他要干一条大事 法界中 宇宙中的大事 这种大事是什么呢 就是他要建立一个 无比殊胜 无比亲近 超胜十方祝福的亲近差土 接引法界一切的众生 到他的差土去修学 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 每一个众生都能得不退转 这个来说 讲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太难太难了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的修行 你都感觉到 往前面走两步退一步 走两步退三步 进去修一修 念明天 哎呀 不小修了 睡觉还是比较舒服 玩手机比较舒服 外面晃晃走走比较舒服 就是修学 在我们这个时间 我们容易卸得一样 就是很难保持不退 你要保持 要胃不退 要行不退 要念不退 得三不退 在这样的境界里的修学 那你必须要营造一个 非常不可思议的 清静的环境 让一切众生 他的佛性得以彰显 让一切众生 他没有我知我见了 所以为什么 你个四十八月里边 谈到这个字要 我们莲花开放以后 在极乐世界 得三极乐刹土 莲花开放以后 我们每一个人 都没有圣见 没有我知 谈我空 我们这里谈我空 我们多来啊 他我空 至少都是要 都是要坦开悟的水平 出过阿罗汉的水平 你才能达到我空啊 极乐世界 这是生而得之 只要莲花开放了 每个人都能保证你 保证没有圣见我知 都我空 那就是说 智慧可以起了 那这种智慧 是怎么得到的呢 这智慧都是当时 法造菩萨的方月 月理里边 他考虑了这些因素 因为他看到众生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太强烈了 我太坚固了 我太深厚了 这一切呢 都是以自我 自我为标榜 一切呢 营造了一个 自己坚固的自我世界了 所以呢 最后的变动 我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坚固 谁也攻不破 打不破 打不破 然后呢 所有的龙悔 都是围绕着 我在龙悔 那这是一件 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他 曾经发出了 这样一个愿心 希望能够建立一方 亲近的刹徒 超胜十方 祝佛的刹徒 让每一个众生 得送极乐世界以后 都能够在 不退转的环境里面修学 那在不退转的环境里面修学 那肯定的说什么意思呢 保证每一个人 最后都能成佛 你想想看 发出这样的大愿 所以我们在学习 网上弄作的时候 就会看到说 哦 发出这样的大愿 我们以为 《无量书经》里面 谈是法葬比丘 他出家以后 是骗比丘像的 那我们以为 是一个普通的比丘 那其实 从这些大愿的发出 我们就知道 他已经是一个圣者比丘 那圣者比丘 他已经地上菩萨 四显国王像 然后呢 献出家像 所以他才有这么大的愿心 那么有这样大的愿心 那当然 这个 他要成就这样一方 超胜十方祖国的岔土啊 那他要有方法的 所以呢 他就去请教 请教 是自己王佛 成就法界 积清净国土的方法 那 佛给他只有四个字 如自应之 什么意思呢 这些东西 本来就是你自信本具的 你把你自信工作 开放出来不就好了吗 很简单啊 听起来很简单 但怎么开放 到底 怎么样才能够把自信的功德 才能够得到圆满的开心 所以呢 法大菩萨迪说 思义红身非我进阶 求佛加持 那法大菩萨迪说 你这个毅力太深了 我知道我自信里边有无尽的功德宝藏 但是现在我 不知道 从来下手 那到底应该怎么要做 其实当然 他已经应该知道 怎么样做 已经是地上菩萨了 已经修学到那个层次了 经过一大阿僧启节的修学了 经过第二个大阿僧启节了 他才能够发出这样宏大的誓愿 那当然他要表现 表现希望能够得到 世子者王国加持 他能够快速地成就 所以你看 这个仿藏菩萨 他就很有智慧 他这个 他从一开始 就要借佛的力量 让他缩短他 修集极乐世界 这方法界第一的差谱的时间 也就是说 缩短他成佛的时间 那么这样呢 世子在王府当然是有方法的 他就为他演说 二百一十亿佛徒 佛徒的各种各样 一正像装 这个说法经过千亿岁 时间都非常满长 远远都不是我们能够考量的 所以如果说你帮他放在一个 这是一宗佛和一宗地上菩萨这样的对话 这样的交流 那就正常了 如果说你帮他放在一个 两个凡夫在那边 千亿岁 一百岁都已经不得了了 这两个人在那边 别能够搞这么长时间了 他说一说 都说不动了 怎么那么多话 那千亿岁干嘛呢 把法界当中二百一十亿的佛刹徒 当然这都是一个约束 都是无量无尽的佛刹徒 清净的佛刹徒 乌浊的刹徒 有霸佛四线的刹徒 告诉他清净是怎么样得到的 这绘图到底什么造成的 清净的佛刹徒 它的优点在哪里 绘图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避免 这些障碍我们修道的 这些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这些因素 怎么要去避免 那么这些他都给他 像放电影一样演说 用图像演说演说 最后呢 演说完毕了 说法造菩萨呢 依佛加持参学完毕 然后读出近视 思维修习 得千眼通 这个时候呢 他的千眼 这种无尽的千眼智慧开启了 自见十方祝佛 世纪终流下着 然后这一次 自己发这一切世界的象征 最仔细地深入地观察 最经过五大节的思维 五大节的思维 以四十八愿为蓝图 不要一个blueprint 不要的四十八愿 构造 要建立以四十八愿为基础 这样的一个节奏实际 所以你看看 构思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 你要仔细去思维 里边的法义是无穷无尽 这四十八愿 这是菩萨四弘诗愿的表达 每一愿都是为众生考虑 没有一念思维自己考虑 假如说第一愿 你看 国五三恶道愿 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 连三恶道的名字都听不到 没有三恶道告诉我们什么 没有三恶道的意义 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有三恶道 有地狱 有恶不有出生 就是因为我们造作了三恶道的意义 有意肯定有报 有因肯定有果 极乐世界没有这个果 那么我们这些对三恶道的意义 去得怎么办呢 不能结果 不能结果的说 当我们在极乐世界 这一切的我们自信的功德 一道极乐世界的联欢一开放 它清静的自信开始显发 我们的佛性开始起作用了 这烦恼是不现行的 被扶住的 烦恼是不现行的 被扶住的 那这个随着我们修学 随着我们修学的增进 这次烦恼快速的全部都断除 所以三恶道它是没有的 所以每一月你看到 接引众生 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你看其他佛的发愿 你看看 我们看到像观音菩萨 有十二大愿 甚至我们看释迦石头 也曾经发过五百大愿 但是你像比如说 接引众生这个大愿 每一个众生 要去极乐世界之前 它都能接引 只是说身份上差别 修学上差别 上品是报生来的 中品 上品是化生来的 千百亿众生 它都能接引 它有这样的神通道理 那是因为告诉我们什么 因为我们 现在我们都是用导航的 我们一个城市 我们都用导航 那如果说你看 这是飞出我们星球之位 离开地球 你看眼前一片黑暗 到底哪 极乐世界在哪里 所以这必须要佛去接引 所以它有这个接引乐 所以阿弥陀佛叫接引佛 因为在所有佛发愿里面 你看到这有阿弥陀佛发接引乐 所以这种考虑是非常非常周到的 那这些四十八愿的建立 都是它无尽的大慈悲心 大师愿的基础上 然后呢 以这种四十八愿 比如说我们所能纳售的四十八大愿 其实我们要真正地去启会的话 阿弥陀佛的愿力 无穷无尽 叫愿害 那么法造菩萨最后呢 向世子的王佛报告 修学成就 亲近佛徒的这些势力 请过印证 就是修学的方法 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对众生得什么样的利益 那所以我们看到 极乐世界这一切所成就的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这极乐世界要皇进为敌 皇进是我们所熟悉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概念当中是黄金 我们喜欢 但是黄金是硬帮帮的东西 极乐世界为什么要展现那一个岔图呢 就是让我们生气 让我们产生这个好要之心 让我们产生这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这也是表明我们的起信 自信不变的意思 我们在这个世界对于黄金 珍宝是生气贪处心 贪欲心 占为极有之心 在极乐世界呢 反而你一接触黄金 脚接触地面 马上让我们能够生起自信清静心 没有任何的贪着之心 青鸟说法 吹风 沐浴 都是可以显我们的自信光明 洗绝我们的白狼 所以你看这个 在我们这个世界 断烦狼多难啊 对不对 断烦狼多难 贪嗔吃慢的 洗细多厚重啊 吃多少药都没用 在极乐世界干嘛 洗澡就可以啊 你喜欢沐浴 你去沐浴 沐浴就可以 喜欢吹风 吹风就可以 吹风就能断除我们的烦恼 但他这个整个环境 第二天就这样的殊胜 所以他就把这些展现出来 然后请佛来印证 那么他传说四十八愿 说四十八愿 发愿 完毕以后啊 大地震动 千亿妙化 结证 阅历 必尘 这些 十方祝佛菩萨 都在虚空中印证 他的阅历 必然会成就 那么他发完阅以后 要干嘛呢 要修行 要修大心 高高三井立 深深海底心 你发了那么大的愿 那么你修学 修学要超过四方 一切菩萨的 这样的刻苦先来 所以他又经过 无量节时间修学 六度文心 以庄严 佛国最终呢 把这些他所发的大愿 都落实 成就佛国 叫阿弥陀佛 这个是报神父 感得的岔土了 就叫极乐世界 那么在阿弥陀经里面 无量寿经里面 以及诸多的经典里面 我们看到说 阿弥陀佛成佛 今天已经十节了 所以我们这里呢 就非常明确的 根据道书达斯的总结 就是说 极乐世界 绝对是 报神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绝对是报神父 他不是化土 化土是油然有净的 是不恒常的 所以佛也化现净土 也化现一些晦土 但是呢 它是不恒常的 它是有始有终的 所以化土的佛 化土的佛是化神父 寿命是有限量的 像我们这个世界的佛 报徒的佛是报佛 说明无限量 报徒的佛是 报徒呢 是佛的果地受用土 是常乐我尽的 报徒啊 是恒常的 这种愧乐是纯粹的愧乐 不是相对的愧乐 我 自己能够做主的 不受阅力驱使 尽是永远清净的 不像我们这个茶图啊 是无常的 是苦的 最终呢 是一切是归于消散磨灭的 是有路的 是无常的 那么化土呢 既有正法 下法 末法 三七的法用 就像我们世交世宗的 这样的法用 那么报徒呢 只有正法 只有正法 所以通过这些 我们看到 虽然说 在道仇大师那个时期 有这样的争议 有这样的争议 对于 阿弥陀佛 这种到底是报身土 还是化身土 对极乐世界 到底是报身土 还是化身土 这样的争论 那么 我们通过 这些经典的 深入的学习 正确的学习 正确的理解 我们通过 这样的学习呢 都仇大师 给我们非常明确地 告诉我们 这个是极乐世界 是报身土 他是永恒常贼的 他是常乐我尽的 阿弥陀佛 是报身佛 他是永恒常贼的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呢 就到这里 好 大家一起来回想 愿消 每节 诸业障 愿得 不惠 日增长 愿尽 此生 出搜 我 愿佛 接引 神安养 大奏 体力 有些人 我们下定的 会来 有些人 有些人